大家好 我是父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打過日本麻將呢? 說起日麻漫畫應該很多人都會想到天才麻將少女吧 由於裡面充斥著常理無法解釋的麻將技能 而被許多人當成超能力麻將看待 但今天要介紹的這部漫畫 其誇張離譜的程度 可說是海放天麻好幾條街 不但有知名的各國領袖在牌桌上大亂鬥 麻將的勝敗甚至關乎到國家利益 打到全身噴血慘死也不是什麼稀奇事 到後期一場排局的結果更是會影響到世界存亡 可說是鬼扯到極致 小泉麻將傳說是從2006年開始連載的麻將漫畫 故事開場是日本總理跟美國總統握手的畫面 他們剛舉行完一場持續三天的日美高峰會談 乍看之下似乎是個相震驚的畫面 但其實他們這三天的時間都在打麻將 布希還輸給了小泉高達21日元的巨款 身為一國的領袖你們這樣真的呆舊不嗎? 布希為了復仇設計了小泉身邊的一員 並以他威爾逼迫小泉再戰 賭注是每1000點一架F15戰機 且這次陪打的兩人都是布希的手下 小泉再厲害 宜迪三也是倍感吃力 轉眼間小泉的點數就只剩300點了 對布希來說 唯有勝利才是正義 這男人的模樣簡直就是USA的寫照 但小泉也不甘示弱 他使出了日本引以為好的技術 其實就是把手牌跟牌三的牌偷偷對掉 也就是出老千啦 恩...這算是把兩個國家都黑了一遍嗎? 小泉靠著瘋狂綠牌 遇出了一部國式無雙十三面 直接把其他三家全部打飛 布希雖然不甘心 也只能乖乖認輸了 後來布希的爸爸老布希幫兒子報仇 並在小泉周圍布滿攝影機 防止他作弊 眼看小泉無法出老千綠牌 四張白板又都在自己人手上 小泉再怎樣也不可能湊出國式無雙了 於是布希毫不猶豫的丟紅鐘立直 結果這張紅鐘放槍給了小泉 而且還是雙倍一滿的國式無雙十三面 可攝影機沒有捕捉到任何小泉出現的畫面 那為什麼小泉手中會有第五張白板呢? 莫非是運氣不好買到了有五張白板的不良品? 不 實際上小泉手上那張根本不是白板 小泉利用他驚人的握力 將麻將牌的表面給磨掉 以人工的方式照出了一張白板來 這招名為轟盲牌 是麻將中的夢幻出老千神技 在這之後小泉面對的敵人也越來越變態 例如北韓的金將軍 俄羅斯的普廷 梵蒂岡教宗粉堵十六四 以及不知為啥還活著的希特勒 小泉每次遭遇強敵都是用命在拚的 對決金將軍時 小泉在賽前招人射殺 還在打麻將的途中上演狙擊攻防戰 都不知道是在打麻將還是打仗了 面對普廷時 頓手準備了特製的平化右牌 因為材質很重 無法進行換牌操作 且機力摩擦就會點燃 等於封鎖了轟盲牌 此外比賽採用的是青天井規則 如此一來 無牌的分數上限就被取消了 只要E夠多 就有可能出現天文數字 普廷就靠著青銀色三岸克四杠子懸賞20的牌形 浮出了高達1583兆 2967億 4399萬7800點的點數 但小泉明白已經沒有退路了 他決定放手一搏 他捏緊手中的牌 使勁摩擦 即使整條手臂都被點燃也沒有停下來 小泉不夠火勢 不斷使出轟盲牌 即使要燃燒殆盡 他也在所不惜 直到14張牌都被磨成白板為止 絕不罷休 我本以為用這種牌 是為了有人作弊時能立刻發現 阿小泉鳥都不鳥 明目張膽的出千耶 裁判這樣是可以的嗎 終於小泉磨出了最後一張白板 並用禁忌的雙重跨頁 弧出了天地創世 自宜色三岸克四杠子 領上開花懸賞72 分數總計為 我真是不得不佩服小泉的心算能力 35位輸的答案竟然一瞬間就靠心算得出來了 數學界因為區區一個日本總理職位透私的人才啊 再說18張白板代表小泉把自己給點燃了14次吧 結果他竟然只有衣服燒掉而已耶 真是把火炕點滿了吧 木炭都沒你這麼耐燒好嗎 然而以上這些 都只是第一卷的內容而已 換句話說 不過只是前菜的程度 從第二卷開始 漫畫才正式進入主線 諸神之黃昏大戰篇 先是金將軍致敬桃白白 變成機械金將軍回來復仇 後來又被教宗邀到梵蒂岡去打麻將 在本作的世界觀 教宗的位置是靠打麻將打出來的 而現在教宗的麻將實力也被譽為世界最強 輕鬆就用大三元把小泉秒殺了 且作者還在這裡偷加了新設定 無牌的人能朝對手射出神秘的衝擊波 造成更點數成正比的物理傷害 小泉就被教宗的大三元給噴到七孔流血 不過保住了一條命 因為教宗有刻意避開要害 傻小 所以沒避開要害的話真的會死喔 欸打個麻將而已至於嗎 教宗留住小泉一命 是希望他共同保衛地球 原來希特勒在月球上建立了新的納粹帝國 還發明了可以隨時轟炸地球的超強大砲 但希特勒願意給他們一個機會 選出五位代表地球的卻士 與帝國的五名精銳進行對戰 地球聯軍由日本、美國、俄羅斯、梵蒂岡和烏克蘭 這五個勢力的領袖所組成 是的 俄羅斯和烏克蘭聯手抵禦外敵 兩個人還是會互相鬥嘴的關係 幹這種劇情你要放現在誰敢話 這五場對決打得一局比一局還激烈 有人因為點數歸零當場GG 或者被劇槍射成馬蜂窩 還有人被牌的機關刺穿手指 甚至是被牌引發的核分裂直擊的 此外出老千的技巧也是越來越豐富 轟盲牌都不需要靠手指去磨了 直接拿手術刀把表面切掉就好 講道理啊 你這都不能稱之為出老千了 這叫把旁邊的人都當白痴好嗎 其他還有在手動洗牌時做手腳 讓自己必定天和 哪怕是自動麻將桌 也有辦法創自己想要的牌 達到讓自己100%地和的效果 但最離譜的還是要數第四戰 教宗PS希特勒 這場牌局 不再滿足於秀蝦花俏的老千技術 而是從根本意義上改變了麻將的概念 首先希特勒開場就很煞氣的告訴教宗 我給一點讓步吧 這個扮裝沒有人和 那為啥沒有人和算是讓步呢 這就來介紹希特勒的第一個絕技 帝國閃電戰 起手一定聽牌 且決定的胡到對手丟的第一張牌 這和什麼強運或出千沒關係 就是純粹的超能力 希特表示打麻將得靠對未來的洞察力 因此他連配牌都還沒拿完 就能知道自己起手的牌型 以及對手會打出的牌 之後教宗也變得逐漸能看清未來 於是這兩人打麻將終於連牌都懶得拿了 只玩骰子後就能馬上分出勝負 他們已經不是靠手和腦袋 而是用靈魂在互毆了 打著打著兩人瞬間感覺衰老的許多 教宗逮到機會 用自一射對希特勒施以痛擊 希特勒奄奄一息 卻被這部攻勢激發了潛力 覺醒為傳說中的超級雅力安人 此刻希特勒也不是凡人所能抗衡的了 教宗明明只放了一次槍 卻直接跳到了四本場 旁人表示他已經連放四槍了 從點數來看也的確如此 而這離奇的現象 原理就在於 希特勒手上的這張一條 同時能當成雀頭 克子 順子使用 以量子力學來說 就是處於重疊 這時教宗又打出了一條 放槍給希特勒 而這一條又能同時當雀頭和順子用 換句話說 希特勒讓好幾種排行 在同一個時刻胡牌了 胡一次就算胡四次 胡兩次就等於完成八連裝 太屌了 真的是太屌了 這次用超能力把麻將規則都給無視了吧 而這一招的正式名稱為 海森寶衝擊 乃運用了量子力學的救急胡牌方式 教宗毫無還手之力 被希特的八連裝給轟成灰塵 此時的小泉顯然不是希特的對手 為了在第五戰與希特勒抗衡 他來到孔三的某處雀莊 請通靈絲讓贏過希特勒的人附身到他們身上 而這三人正是 史達林、羅斯福和邱吉爾 不要懷疑 其實當年的雅爾達會議 也是靠打麻將來決定利益分配的 小泉明白比超能力是比不過希特勒的 所以他趁這個機會 繼續端研出好千的技巧 並學會了 偷把對手的手牌給換掉 令對手的胡牌因為正廳規則變成像公 修煉完成後的小泉 整個人彷彿脫胎換骨一般 讓旁人看了後心臟都會 噗通噗通的跳 這個心臟好大喔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 賭上地球存亡的第五戰 終於開打了 小泉的搭檔是一台用繃帶衛裝的機器人 他不但擁有機密的計算能力和超高手術 還搭配了七種不同的初老千機能 除了最基本的換牌功能外 還能投影圖案到白板上 讓對手錯看牌而放槍 希特的搭檔被機器人玩弄於鼓掌之間 為了不被表面的假象迷惑 他選擇自戳雙眼 雖付出了十分龐大的代價 卻讓他一躍進化為 超級雅力安人 也就是說 小泉這邊必須同時應付兩名 超級雅力安人 這勝算大概比我交到女朋友的機率還低 可機器人靠著針對超級雅力安人的系統 逼迫希特的搭檔和他同歸於盡 而搭檔死後的麻將力也全流入希特的體內 使希特勒踏入了超級雅力安人的第二階段 但神功已經大成的小泉也不會輕易認輸 雙方你來我往 一滿互轟 兩邊都將生命力燃燒至極限 眼看小泉的點數終於反超希特勒 同時身體也到達了極限 連招牌的國師無雙都無法在起手聽牌 反而希特勒不只暗槓白板 還成功斯安克聽牌 然而這還不夠 希特勒不願給小泉一絲絞線的機會 他的頭髮變化成逆腕自行 步入超級雅力安人的最終階段 接著連續開槓 將四張九條都摸手上 即便小泉使出轟盲牌 也無法完成十三面了 希特這隻勝券在握 果斷開出最後一槓 等到小泉卻表示自己搶槓撫牌了 在場的人無意不認為小泉腦袋袖斗了 但小泉沒有放棄 他又出了人生中最後的轟盲牌 其強大的反作用力令他全身爆血 小泉不只磨下了二條的表面 還將兩個條子給一道七條去 並用血染紅 第五章九條就此誕生 小泉憑空罩牌 已然是套入了神的領域 這已經不是轟盲牌了 應該稱之為神盲牌 小泉毫不留情的給予希特勒最後一集 以長達26年的跨頁 糊出了舊集的國式無雙十三面 雖然有混夜術的嫌疑 但真的很有氣勢 這也是我在漫畫中看過最長的跨頁了 要是有人看過更長的 請務必留言告訴我 希特勒被這不講理的跨頁雙翼滿直擊 靈魂都被轟出體外 跑去陪三巨頭打牌了 因為希特勒的殞落 導致月球基地跟著崩塌 小泉在生命的最後一刻 跳彎著自己 偏向性命守護著地球 最終含笑而逝 屬於小泉純一郎的故事 也在此畫下句號 大概啦 因為這只是漫畫16卷中前6卷的劇情 之後的故事就是開始新的篇章 主角也換人做了 只是台灣出版社帶到第11卷就斷尾 後來我才知道漫畫後期的大BOSS是毛澤東 甚至連習近平都有出來露臉 所以出版社才沒敢繼續帶也下去 上次有類似遭遇的漫畫 那還是江田倒瓶八傳吧 而且根據我看到的情報 小泉好像也沒死的樣子 對了 談到毛澤東 就讓我想到本作以前有出過OVA 毛澤東早在OVA裡就登場過了 這作品真的是處處充滿著敏感的政治要素 很多內容都是放到現在絕對被出征到死那種 不過我還是特別提醒一句 漫畫中的角色只是跟現實某些人同名而已 不需要太過認真看待 也不要誤把漫畫人物的性格和現實混為一談了 那最後想問大家 看完影片之後 你覺得朝點最大的地方是哪裡呢 是惡搞了各國領袖的形象 或是多彩多姿的玄幻出現技巧 還是打一場麻將平均要死2-3個人呢 要我來說的話 最想吐槽的地方是 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都在打日麻 好啦那這次影片就到此結束了 喜歡的話請務必須點個讚或留言 我真的非常需要你們的支持 還想看更多吐槽影片也歡迎訂閱我喔 就這樣 下回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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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見囉